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 法国大革命给德意志人民带来了民主自由的国家理想 拿破仑战争摧毁了有近千年历史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一骨 激发了德意志民族建立自己强盛的民族统一国家的强烈愿望 经过几十年的坎坷与曲折 德国由一个落后衰弱四分五裂的封建国家 发展成为一个统一强盛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 德国起源于查理曼帝国分裂后的东法兰克王国 由于东法兰克国王奥托一世 于九六二年继查理大帝之后被罗马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 自十五世纪起 德国逐渐有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美臣 神圣以为这个国家享有教皇的保护 罗马帝国以为他可以与强大的古罗马帝国媲美 并且是其后继者 但这一帝国土有虚密 帝国既没有中央政府机构 也没有常备军 财政与税务机构 帝国的皇帝由七大选侯选举产生 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造成了帝国天主教派与新教派的对立 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 给德国社会与经济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帝国中央政权进一步削弱 各诸侯国的独立倾向巨分 到十八世纪 形成了普鲁士与奥地利两大邦国 争霸的局面 到十八世纪末 德国仍是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国家 它包含着近三百个诸侯国与自由城市 一千七百多个直属帝国歧视领地 德国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 是对主要由德意志民族居住的欧洲中部地区的总称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 统治着许多不同民族的居民 其中包括大量的波西米亚的捷克人 匈牙利的马扎尔人 以及伦巴蒂的意大利人 普鲁士王国分为相互独立的两部分 一部分包括普鲁士首都伯里 连波罗的海向东 延伸的格旦斯克港和矿产丰富的西里西亚地区 另一部分为莱茵河畔的普鲁士区 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 德国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 在于德制皇时不是着力于加强其在国内的统治 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 而是专心于对外扩张 而各诸侯国家也把自己的国家利益 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 对建立一个具有强大中央政权的民族统一国家 不感兴趣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德制民族的民族意识 还没有完全觉醒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之后欧洲爆发革命与反革命的民族战争 由拿破仑图外的法国军队所向披靡 先后打败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 攻占了米耶纳国里 1806年8月6日 在拿破仑的强迫之下 奥地利皇帝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 宣布放弃德意志皇冠 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 就此覆灭了 此后普鲁士 奥地利参加了对抗拿破仑的反法攻击 在共同打败拿破仑之后 英国 俄国 普鲁士 奥地利等战胜国 于1814年10月 在维也纳召开了恢复法国革命前欧洲秩序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德意志君主决定成立一个松散的 由35个国家与4个自由城市组成的德意志邦连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 使德国进步人士树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理想 德意志邦连既不是一个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 又对自由与民主运动进行严厉压制 德国历史进入反动的复辟时代 但是德国进步人士没有绝望 他们以各种方式继续争取自由民主与统一的斗争 1841年德国诗人霍夫曼逢 法勒斯勒本创作了《德国之歌》 强烈呼吁德意志同胞为德意志主国获得统一 法治与自由而共同奋斗 充分表达了德意志民族的心声 1922年德国之歌 被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穆德国 为马穆德国定为德国国歌 1848年3月被压制三十多年的德国民族 与民主革命终于爆发了 革命之火从德意志西南各国燃起 一直蔓延到奥地利与普鲁士 并迅速取得了胜利 五月德意志各邦选举的全德国民议会 在法兰克福道开 六月底国民议会选举了新德意志中央临时政府 随后国民议会投入了起草一步 统一德国宪法的工作 但就在国民议会 埋头讨论宪法的时候 德意志各邦封建君主 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纷纷卷土重来 1848年秋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 与普鲁士军队 镇压了本国的革命 经过长期激烈的辩论 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7日 通过了建立一个以普鲁士为核心的 联邦制的君主立宪的帝国宪法 4日国民议会 又选举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西威廉四世 为德意志皇帝 但普鲁士国王拒绝了国民议会 献上的皇冠 他把由革命产生的皇冠 视为对他本人的侮辱 1848年革命 及其德意志统一运动 就此失败了 1862年 刚刚继位的普鲁士新国王威廉一世 与众议院在军事改革问题上发生冲突 威廉一世感到十分绝望 他打算放弃王位 退位给其子弗里德里西 正当威廉一世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的国防部长罗恩 向他推荐了时任普鲁士驻法国大使比斯迈 9月22日 比斯迈表示坚决支持威廉一世 不向众议院屈服 威廉一世 便任命比斯迈为普鲁士总理 强行推行军事改革 比斯迈于1815年 出生于阿尔特马特的一个隆克家庭 他年轻时期在戈廷根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 大学毕业后 充任了令他十分厌烦的政府候补官员 不久便辞职回老家经营自己的庄园 1848年革命时 比斯迈极力支持国王镇压革命 1851至1859年间 他担任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议会的代表 极力反对奥地利不罢德意志邦联 蒙生了排挤奥地利 由普鲁士统一并领导德国的愿望 1859年 任普鲁士驻沙俄大使 三年后 转任驻法国大使 1848年革命以来 李斯迈一直企图主宰普鲁士政局 但引起手段粗暴 先后被普鲁士国王拒绝 1862年 比斯迈的机会终于来了 比斯迈既是一位普鲁士封建王权的顽固捍卫者 又是一位顺应历史潮流的务实主义者 在统一德国的过程当中 在统一德国的过程当中 他限机行事 上任不久 他还做出了与众议院周旋调和的努力 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 他要求通过增加军费议案 他认为普鲁士必须强大 只有普鲁士的实力 能够解决得意志问题 他扬言目前的问题不是靠演讲 与一位多数被决定的 只有钢铁和鲜血才能解决问题 这就是比斯迈的铁血政策 正当比斯迈与众议院相持不下的时候 德医治与丹麦之间 再次掀起了争夺石乐色西的外交风波 1863年11月13日 丹麦议会通过吞并 石乐色西和尔斯泰因的宪法 丹麦对这个大多数居民 都操德语的地区的吞并 引起了德国民众的强烈抗议 1864年2月 丹麦向德医治邦连宣战 土澳军队先后占领了石乐色西和日德兰半岛 6月普鲁士军队攻克丹麦的杜普尔阵地 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丹麦被迫求和 10月30日正式签订维也纳合约 丹麦同意将石乐色西和尔斯泰因 与劳安保公国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地 战争与奥地地签订了瓜分战果的协定 规定由普鲁士接管石乐色西 由奥地地接管格尔斯泰因 劳安保由普鲁士国王直接管辖 但协定签订不久 普鲁士便出兵占领了和尔斯泰因 奥地利要求德意志邦连议会 征集邦连军队 对普鲁士进行制裁 得到大多数中立国家的支持 普鲁士宣布德意志邦连解散 并进军占领奥地利的盟国 萨克森 汉洛威 选佛邦 黑森 六月底 虎军进军奥地利本土 在总参谋长毛奇的指挥下 普鲁士采取分散进军集中出击的战术 于7月3日 在克尼斯格雷茨 包围并击溃了奥军主力 8月23日 土鲁在布拉格签订合约 根据布拉格合约 奥地利同意普鲁士兼并石勒色西 和尔斯泰银 汉努威 选侯邦黑森 纳绍和法兰克福 承认南德国家巴伐利亚 巴登 福登堡的独立地位 同意退出德意志民族国家 普鲁士建立北德意志联邦 奥地利从此 从德意志民族家庭分离出去 并与匈牙利成立奥匈帝国 同时 普鲁士与南德国家 结成了秘密军事攻守同盟 1867年2月24日 新选举的北德联邦议会首次开幕 4月16日 通过北德联邦宪法 由普鲁士领导的 由21个邦国与三个自由城市 组成的北德联邦成立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 为联邦主席 普鲁士总理比斯迈兼任联邦总理 至此 德国北部已经统一 德国的全部统一 就剩下南德巴伐利亚 巴登 福登堡 佩森 四个邦国 奥地利的失败 与北德的统一 使得欧洲的局势 在几个月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普奥战争期间 英 俄 法 由于种种原因 没有机会插手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本来想坐山观虎斗 通过调节从胜利者那里 得到利益补偿 但普鲁士的速胜 使得拿破仑三世的计划落空 眼见着普鲁士的崛起 法国响起了为萨多瓦复仇的呼声 普鲁士如果统一了南德 那么新统一的德国 就会成为对法国欧洲霸权的严重威胁 比斯迈深知要统一南德国家 与法国一战不可避免 但他试图将战争的责任 推卸给法国 将这场战争变成一场 德意志民族的自卫战 1870年 这一机会来到了 1868年 西班牙发生政变 西班牙政府拟将空缺的王位 传给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原信 破坑索伦家族的利奥波特亲密 比斯迈感到这里有机可乘 极力支持此事 因为如果由破坑索伦家族的一个王子继承西班牙王位 就将使法国陷入被破坑索伦家族统治的北德联邦 和西班牙两面夹攻的心理困境 法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局面出现 1870年7月 受法国政府委托 法国驻北德联邦大使贝纳德提 两次到艾姆斯休养地 会见普鲁士国王 要求他指令利奥波特放弃西班牙王位 威廉一世不愿与法国发生对抗 答应了法国的要求 但法国政府还不罢休 13日贝纳德提 再次在艾姆斯对见普鲁士国王 要求他做出明确的书面承诺 不再使霍恩索伦家族成员 成为国王候选 威廉一世表示拒绝 之后威廉一世自艾姆斯 发电报给国里 报告此事经过 彼斯迈认为这是一个激化 德法矛盾的好机会 面对电报内容加以删减 突出法国大事是如何的咯咯逼人 普鲁士国王是如何断然拒绝 并马上在报纸上公布于众 果然不出彼斯迈所料 艾姆斯电报的内容激起了德意志上下的愤慨 而法国在欧洲舆论界丢尽了面子 恼羞成怒于7月19日向普鲁士宣战 法国的宣战在全德意志激起了保卫 与统一祖国的狂热 与北德联邦早已签订秘密攻守同盟的南德国家 踊跃参战 将他们的军队由普鲁士统一指挥 经过一番激战 德军迅速攻破法国边防线 并将法军莱茵军团围困在梅茨 原正奔向巴黎保卫首都的法军主力 被调来解围 德军总参谋长毛奇将计就计 放弃了原来主攻巴黎的打算 也禁军没辞 将十万法军主力 包括拿破仑三世死死围困在色当 9月2日拿破仑三世被迫率军投降 4日巴黎发生起义 帝国政府被推翻 共和国成立 新政府呼吁开展全面卫国战争 9月19日巴黎被德军围困 巴黎公社也在战斗中诞生 最后巴黎沦陷 巴黎公社也被镇压 4年5月德法签订巴黎合约 法国被迫割让阿尔萨斯洛林 并赔款50亿巴黎 第871年1月18日 是普鲁鲁士王国建立170周年纪念日 当日在法尔赛宫禁厅 普鲁士国王与北德联邦主席威廉一世 由德意志各邦君主 推举为德意志皇帝 德意志帝国成立了 德意志的统一大业终于完成 德意志的统一实现了德意志民族 十九世纪初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咒到了绝大部分德意志人的热情支持 和高度评价 德意志的统一对德国的进一步现代化 对其国力与国际地位 提供的统一 统一通了良好的基础 在统一后的三十年内 德国在经济 军事 科学方面 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但是德意志的统一是通过比斯麦的铁穴道路实现的 它巩固了普鲁士与其他邦国的封建专制统治 进一步奠定了未来德国军国主义的传统 在德意志帝国 德意志民族的民主自由愿望 未能得到充分实现 这一切都给二十世纪德国的发展 带来了深深的愉快